聊起手机真是家不做商家大煮菜 大家好呀 我是婉婉 一个在华江北开公司做二手机的00后女孩 想了解二手机行情都关注我就完事了 iPhone14以及13系列的机型行情全线下的 很多人还是不理解iPhone14系列无卡扫版本的 现在稳定性如何 首先开孔是在不拆机的情况下 通过机器精准开孔 然后再拆机和接卡的 这个工位已经出来半个月以上了 目前也是没有出现过什么售后问题 当然还是有非常多的小伙伴 非常继续拆机这种事情 不过这些就看个人是怎么想的 好了 回归正题 详细iPhone14这次价格下降幅度还是比较大的 128G3100相比上周少了50 母牙二级大内存3900小涨50 14普拉斯128G黑蓝红3450 相比上周少了100 喜欢大屏的更推荐普拉斯 毕竟差下并不会很大体验感好不少 个人觉得因为过年和市场来货变少 普拉斯应该会在下周还是翻涨 14Poro方面128G黑色53600 相比上周涨了50 14Poro Max 128G黑色6350 13系列机枪 目前唯一有薪价比的13mini还是缺货 之前二手游走的2399的13mini是真香啊 12系列目前也没有什么好货 12GS13小内存还是值得考虑的 目前也是缺货的状态 以上这些就是旧机的行情 有效的可以自行截图保存哦 iPhone14系列因为没办的机器 这个价格明年春还有在下探的空间 现在还好 赶卡槽技术已经成熟 不需要飞线 只要一根排线就要 稳定性高了不少 刚需的小伙伴 放心登岛吧 不过还是很多人 并不能接触拆机这个问题 不过目前 5索13Poro系列的机型 还是非常值得入手的 比如13Poro 512G九星的5999 好了 以上就是华江北最新行情 希望可以加个收藏 点个关注 不迷路哦